家人 笑谈古今中万事 就有了架科冲乐队哦 银机一动 拿起画笔 一下就勾勒出一个可爱的表属 三月日历 不亦乐乎 说到一些趣闻啊 第一届威尼斯电影节 它就没有评审 没有评审 很多是观众去投票 所以当时要评最佳电影了 最佳主角了 其中有一个卡通人物 竟然上了选票 它就是米老鼠 最佳男主角的候选者是吧 我们还可以再说到 这个奖杯的由来 因为最开始威尼斯电影节 像我们前面说到的 是受到了莫索里尼的干预 所以它那个奖杯名字 叫做莫索里尼杯 一直到1949年 才改名为圣马克金狮杯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就是那个金狮杯了 因为狮子是水城威尼斯的标志 你去过威尼斯吗 我没有去过 我是在前年去过一次 其实威尼斯挺有意思的 这个城市很特别 它就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除了那个小船 叫公多拉好像 我们还在船上游玩了一下 但是说实话 威尼斯跟我想象中的 还是有距离的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可能 因为太古老了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都显得非常阴暗 很破旧 我就觉得没有 我想象中的那种浪漫气息 而是散发着一种音符的气息 但是换一个比较积极的正面的说法就是 有一种历史的沉淀 历史的沧桥 所以说威尼斯电影节是最古老的电影节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跟黑泽民有关系 黑泽民大家都比较知道 日本的著名导演 有一个电影使得他享誉世界 那就是罗生门 实际上在1951年的时候 由于偶然的机会 他的朋友把这个电影带到了威尼斯音展上面 结果拿了大奖 更有意思的是 在日本情况完全不一样 那部电影几乎 让黑泽民进入了快要自杀的绝境 因为不是很受欢迎 在当时啊 所以可见 一个电影的命运在国外 在国内 可能完全面临不同的命运 对 你面对不同的这个观众群 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人 有可能他就会是 截然不同的反应 叫墙里开花墙外向了 干脆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电影的片段 好 能不能把编写适合 是三个肌肌肌子 是三个肌肌字 你在吃复杂 现在一个比赦资广 但 其实水城还见证过一件 电影节60年历史上 最令人心碎的一件事 给大家介绍一下 俄罗斯的电影回归 赢得了金石奖 他其中哥哥安德烈的扮演者 名叫嘉玲 他在回归开近一周年 也就是2003年的6月份 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湖泊周围玩 跟剧情一样 他在同伴的缩始之下 就表演跳水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不幸身亡了 而这个地点 就是位于嘉玲 当时拍摄回归时 高台跳水的湖泊附近 相距非常近 现实中的这个巨大的不幸 给这个回归 这个悲剧性 更是增添了很多的神秘 和一些莫名的感伤 增加了更多的宿命感 在里面 一个电影的命运 我觉得也是非常奇怪 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 也是太小了 是 我们中国人在威尼斯上拿过一些奖 也许很多人会以为 张艺谋是第一个获威尼斯奖的中国人 对啊 实际上不是 在1989年 侯孝贤导演台湾的那一个 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奖 他那个名字叫做悲情城市 其中啊 梁朝伟扮演了一个角色 你看梁朝伟现在还活跃在影坛 那个时候已经 他扮演的电影已经开始拿很多大奖了 他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有台词的 讲的是闽南话 但因为梁朝伟是香港演员 闽南话可能里面说的不是很正宗 最后这个导演比较严肃 很认真 仔细的一个导演 干脆改剧本 把他的台词去掉 直接让他演一个哑巴 哎 你看这个导演是个比较谨小慎微的人 嗯 怎么样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电影的片段 嗯 啊 啊 嗯 啊 恩太你前面提到这个张艺谋 他其实是有得奖专业护之称的 他和这个威尼斯电影节第一次结缘是在1991年 当时的这个影片叫大红灯笼高高挂 获得的是迎师奖啊 第二年老毛子再接再厉 赶快把这个影片秋菊打官司又送去了 于是秋菊啊 在威尼斯终于讨到了说法 而且这个说法还真不小 得奖的频率太高了 对 速度太快了 是 第二次他们老毛子获得的是金师的影片大奖 啊 还有这个鼓励就带上了影后的桂冠啊 再接再厉又接着往下送影片了 到99年呢张艺谋又评影片一个不能少再多金师啊 真是一个都没少啊 希望他这次的那个满城近代黄金甲能够一路顺风 那对于另外一个孩子来说可能威尼斯也是他的福地 这个孩子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著名演员的夏宇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呢 他是玩过了滑板啊 带着这个有几分暑期打工的心理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完成了这部处女作之后呢 他就继续回到学校里去求学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1994年的初秋 一个让夏宇无法想到的消息从遥远的威尼斯传来了 他当上了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帝 最古老的电影节里面最年轻的影帝 而且当时他的对手也是非常了得的东斜吸毒的主演张国荣先生啊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孩子啊 可以击败这个大名鼎鼎的张国荣 这一点也是让后人无法起局啊 很难超越啊 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 也可以说是中国年 怎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开幕式是徐克的七剑 闭幕式呢 是陈可欣的如果爱 最后拿大奖的是段贝山 李安导演的 全是咱们自己人啊 一看那哪是这个威尼斯电影节 完全是上海电影节了 中国有一个上海电影节 也是九大A级电影节之一 听说最高奖一个是金爵奖吧 是 那我就代表我们这个电影节的组会 为我们本次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恩泰 颁发金爵奖 谢谢 请发表获奖感言 在这一定要谢谢我的搭档周群 谢谢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各位编导 摄像动工 好了梦醒了 继续进入下一个环节 莉莉在目 莉莉在目 我们一起来看照片啊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2005年8月6号拍的 当时呢 台风麦莎登陆了浙江 嗯 你看这照片里 所有的车都已经 基本上淹没了轮子啊 嗯 这个还有一个人 这人是把鞋脱了 你看见了吗 把鞋拎在手里 其实比较危险在这个路上 如果是趟着水走的话 不知道那个下水道 或者是我们坑坑洼洼的地方 对会非常危险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水就更深了 图片中这位老兄是推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在水里 顺水再往前走 这边这位老兄就更惨了 这三轮车基本上已经看不见 就看他一座了 嗯 还有人是划着船啊 在水中游啊 肯定是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哎 据统计呢 这次给浙江带来的损失是65亿元人民币 而且呢 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失踪啊 麦莎这个名字 其实它的由来 老百姓很关注 说到底为什么这台风叫麦莎呢 其实第九号台风命名为麦莎 是取自老窝的名字 原意啊 是叫美人鱼 根据2000年台风委员会出台的这个台风命名法 进行命名的 有一个专门的命名法 对 其实咱们中国也提出了很多这个名字 呃 有有神话中的人物 对 有各种动物 还有花的名字 杜鹃嘛 还有这个西游记里悟空的名字 甚至是有一些是挺可爱的名字 对 但是没想到台风实际上的危害是非常巨大 但是台风也是有益处的 比如说它能够提供大量的淡水资源 而且还可以起到调温的作用 可以保持热平衡 这都是它的益处 当然 我感觉它现在还带来的灾害还是太大 我还是不希望台风来得这么频繁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台风不要来 洪水不要来 所有的灾害都跟我们说拜拜 但是幸福永远留在我们的身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准点相会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